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喜欢捕鱼打猎 做饭也是他的一大暗号 我一天我做三顿饭 从来不在外面买饭 这是什么东西 花椒面 花椒面 花椒是你买的吗 买的生的 自己炒 这是你的秘方吗 这过程中秘方是过去老年间就做这吃 赶的说就是一串辣一串小串 小串往大串卷 这分两串您约不好的 就可把 咱们家吃也不说多标准 标准就得可把 就老得算这么大分 拿那把 咱们一盖 这就熟了 看着挺酷厚的 这带什么呀 吃的 鱼 王老师好 您好 您好 您的心可真心 这是黄鱼和大饼 男人要做饭 别人一定会做饭好吃啊 这里鲫鱼 鲫鱼 这里鸽子馅捞馅饼 您是厨师吗 这做饭是练的 没有说谁叫厨师啊 这厨师不就学几天回来 回去翻勺盐勺了就 您觉得您自己是大厨的水平 反正自己做饭好吃吧 好 这样啊 男人就让我们女家 明天尝一尝好不好 尝一尝 大伙都尝一尝 谢谢您啊 一般的老北京什么炸酱面 都没有炸的酱好吃 您每天都自己做饭呀 我360天我都自己做饭 我去了谁家都得我做饭 去别人家做客也是您做饭 亲戚朋友都是我做饭 真好 看着过日子不是就得找这样了吗 真好 我这是用心做的 他做的真不错 做饭做到了 炸酱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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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东有屁股的人 那你不可以 你改成 不是很少听着 这个邓龙姐 就直接夸赞嘉宾 这个嘉宾 确实让人觉得 那个初步感觉 劲儿挺舒服的 挺好 邓龙姐这直性格 很少听她说 舒服这词 因为有的嘉宾来吧 就说啊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实际上 谁要说 决定跟一个人走 然后晚上也不见得 偏离图那点什么 但是这句话 至起码让人听得舒服 马老师 你挺熟悉邓龙姐的 她今天表现 是不是平常不太一样啊 邓龙姐就直接 会有那种好感吗 是个人 第一感觉 还是觉得这个先生 不错 先生 您认识我们 著名的邓龙姐吗 知道 你印象怎么样 不错 挺好 我跟你讲啊 邓龙姐一般那个 说话很直 而且很少直接夸人 她刚才都说了 觉得您让她 觉得挺舒服的 邓龙姐 继续听听啊 继续听听她的事 这个 您这三十多年 第一段婚姻结束啊 三十年了将近 这后来没有再找吗 找来的 找来的 我们俩都领结婚证了 都是本单位同事给介绍的 您又结过一次婚 领了结婚证了 起事还没办呢 她爸爸死了 那我就让我去他们家 去他们家 正敢出堂的时候啊 让我兴个礼 因为姑妹都不全呢 我说这就可以免了 老姑娘 这男士也挺固执的 磕头磕头呗 你既然跟她结了婚了 四十一家人了 你为什么不磕头啊 她老人没了 你家的老人呢 她怎么对啊 结果她说吧 明儿你妈就死 我连去都不去 你说这出堂时候多少人呢 瞧这儿那儿了 这一村人 这话是不应该说的 再怎么着 不能再当字说骂父母 这不尊重人 得了我拿掉我就走了 我妈还活着呢 我妈你都没见证过啥样呢 明儿我妈就死 你去都不去 咱们拜拜 说领了这儿 领这儿咱们退婚 您这结婚 多长时间就跑到民政局 去办离婚去了 有那么三四个月也得 就拜拜了 那后来没有说和说和呀 再说和什么呀 甭说和 你说这没 说实际没带回家呢 就这样 带回家还好得了 刚开始就这样 那我这后半生 不说今儿子 没儿子有日子 没日子 您提出来离婚的吗 我提出来 他也同意 他不同意啊 他不愿意离 拿完离婚证 完了 最后是法院派 拿完离婚证 你想啥时候回去 咱们俩成家 就啥时候回去 我说你放心 不会说回去的 甭想着了 这句话真的就重要 当然先生就一去不回头吗 我觉得第一个来 这个先生啊 比较好面子 对吧 谁都好面子 我觉得这个 在大庭广众之下 然后可能这句话 对他来讲 形成了刺激 但是您前一句话 刺激人家了 您记得您前一句话 说的什么吗 我刺激他了 可是我也这句话不框外 过去老人都有这脸 故意不全 可以不行 你说这我还能介绍吗 因为我说话 我不像别人似的 你说说这句话 你为别人考了考了 能承受不能承受 那人家也是 你都到跟前了 然后您来这么一句 那人家这个女的 肯定的心意是 让您在我爸爸面前行个礼 也就是说您自己的这个脾气 确确实实也是年轻 那时候比较倔强 我问一下邓仲姐 听完先生讲过 他第二段婚姻 您现在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每个人都有个性 而且男士吧 你别想有的时候 他不表达怎么着 但你说他怎么都行 如果说提起他的父母了 他肯定不干 吵架什么的 千万就是说 别把父母烧着 烧着之后 这个头回不了 或者您还有刚才那种 这先生挺舒服的感觉吗 不错 依然觉得很不错 还不错 哎呀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一号女嘉宾 您呢 按照正常的这个顺序 要么和一号女嘉宾 就该同场交流了 这个您知道我们的流程啊 但今天要给您选项 您也可以和我们 厂家这位灯笼姐进行交流 二选一 请做决定 灯笼姐上来吧 你要见灯笼姐一号就见不着了 见不着就见不着吧 没事 灯笼姐愿意跟她聊会吗 来 拿个话筒上来啊 哎呦 你看看灯笼姐上来这走这两下 灯笼姐挺好 灯笼姐一会儿个儿高 您这个儿有压力吗 不是没压力 哦您是个儿还行 你走近点我们看看 还行啊 不具象的看出来了 先生有什么想问灯笼姐的 退休了 退了 不错 这一退休就幸福了 对 没事了 对 一个有姑娘是男孩 姑娘二期 那不挺好吗 对 现在姑娘不用着急 男孩不上班 就 那不上班就太多了 那就啃老了 准备都退休了以后 这日子怎么过呀 那就早上起了 溜弯去 溜弯回来 家里边洗衣涮涮 还得回这干净的呀 嗯 灯笼姐 这上来以后 跟先生近距离以后 感觉怎么样 挺好 问灯笼姐对您 灯笼姐 问我 还不错 还是不错呀 有点意思 这个大姐挺阳光的 我觉得他现在 您上场之后 变得有点画牢 谁画牢 我画牢 我画牢就画牢 是不是 灯笼姐 你觉得这个先生 刚才其实说了很多 是您比较欣赏的 你愿意继续交往的那种吗 他属于性格 我们俩可能有点近似 都比较直接的那一种 那两个都直接 不怕天天那个 我发四射的 现在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 叶着藏着太不舒服了 不舒服 不舒服 如果和吴先生 这样类型的男士生活在一起 生活有乐趣吗 他这个有一个前提 比如说脸儿感觉都不错 他就肯定有乐趣 大家看他别扭 怎么就没有乐趣 我姐这些事 一定要先看着不别扭 再谈别的 看着都别扭 怎么谈呀 那您觉得有希望 有乐趣吗 担愿吧 他是不是看着都不见着 也没看上 好那接下来 要上场的是一号女士 您是让他见呀 还是你们俩下去 再继续聊会儿啊 这个空间给他 不见了 不见了 我得问一下一号女士 一号女士 您觉得先生怎么样 人挺好的呀 您是否希望上场和您比较 欣赏一号先生 面对面的交流一下 那就上场吧 好 因为夜见眼眼花 我说 您的意思是 我跟邓龙姐先聊聊 头一眼他看上了 他要不看上了 肯定他要见那一号嘉宾了 非常难得我们在场上呢 有这样的一份缘分 尤其是邓龙姐 那么先生刚才的那种表现呢 我也觉得要跟杨姐 要简单的有个小提示 先生呢 他是一个比较 个性非常明显的人 十一就是一 十二就是二 如果说我就一直想找一个 就是这种人 那没关系 咱就选对了 如果希望找一个那种 好像看起来是圆的 是水质的 在什么环境 他都能够 迂回曲折 都能够适应对方 那恐怕二位的性格中间 还都有那些 见能见方的性格所在 另外呢 我是觉得 如果无论是谁选这位先生 这先生说过 说我有过两次婚姻 所以对我而言 这就是最后一次 而且我希望 把这个婚姻走到底 所以说 他可能会考验 任何女性都会长一点 所以我们得有点耐心 所以两位老师的意思是说 杨姐 这个先生挺有个性的 您也挺有个性的 交流的时候 多刺探刺探他 多了解一下 两位去进一步交流一下 谢谢两位 来 我是回眠 您知道吗 回眠没关系 我要喜欢吃这个羊肉 你们俩都执怒 到所以都是新的 万一以后缠战了 谁先让步 吵架了 你看一下 不是原则的问题 谈不上谁让步 不让步 家里问题没有说的 谁赢谁 谁就是说的 站上风 谁有礼 实际上不存在这问题 就是互相让一步 就都能过得去 问题是 前提是 你想让他 就说怎么都能过得去 你要不想让他 看着他别扭 他说好听的 也就是不好听 反正我派出来了 东东姐今天是特别特别 看着这个男子 觉得这个男子哪都好 谈不上哪都好了 最起码就是说的 他属于 就是说的 对脾气了 怎么都行 他是属于这种人 东东姐 您不觉得这个吴先生 挺厉害的啊 太那个 那三角 穿不出一个屁的男子 我也觉得没意思 场下的交流 让两个人的了解 更深了一步 最终 他们能否 签手成功 让我们继续关注 接下来的节目 来 掌声有请 一号女嘉宾 有请 你好 你好 哇 很漂亮啊 你好 你好 一号女士 孟翠红 52岁 北京人 两段离异 销售 有独立住房 这个挺不错的 身材也好 长得也很好 会不会有点 不太开心啊 这个一号先生 就这么和邓笼姐 聊去了 行吧 他俩聊吧 他俩挺好的 我就是挺相配的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是 那让他们聊 就他们聊去吧 那您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有责任感的 没有家庭暴力的 脾气温和点的 我就这样 就这样 对 一般这个家庭暴力 还是少 相对少一点的 您专门提到是因为 曾经有过吗 对 是 印象太深了 对辈子我都不会忘了 男人对女人动作 我觉得那是无能的表现 因为疼自己的妻子 疼还疼不过来呢 哪能这样 可能因为一点点的小事 一句话就翻脾气了 就暴跳如雷 再比如说我做流产的时候 做完流产我一直也没休息 还继续上班 那时候在营士乘车队开车 第五天的时候 我下班汽车回到家 看他在哪儿玩牌呢 我说那你先玩吧 我回去了 完了我就回家进屋了 进屋等了得有一个多小时 他还在玩 我就出来了 我说晚上坐点吃的吧 做什么呀 完了说 那我们把这把牌打完 咱们就出去吃去吧 我说行 就上大牌档吃去了 你想大牌档 能有什么吃的呀 是吧 吃回来以后 完了我说 我说你不知道 我做流产了吗 还到外边去吃 带那么多人 这么晚才睡觉 我说上一天班了 你知道我的工作是很累的 他从洗手间跑步冲着 就过来了 把我从床上一下就揪起来了 往后开始就打我 他就踢我 一直一直踢到 我就往前爬 踢到那个 踢到那个门口 我就 巴拉伸在外边 巴拉伸在里边 他有跟你道歉吗 只是向我示好 不道歉 他这丈夫做得非常错误 既然流产了 你要关心他嘛 是不是 他身子正弱呢 你为什么不关心 给他做点顺口的吃 夫妻本是童年鸟 是不是 你要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那才对呢 因为我前面有一段婚姻了 这是第二次 这是第二次的 我从跟他结婚那天开始 认识那天开始 我就 想把自己做好 不想再离婚了 所以说我一直坚持 就是说 对他特别好 你最后为什么 要选择离婚呢 他有一女儿 我有一儿子 可是他们都不跟我们 在一起过的 我说趁着咱俩还不糊涂 别让孩子再去有纠纷 巴拉伸把咱们这个房子 卖了吧 巴拉伸买两个 一模一样 平米一模一样的 咱们住一套 咱们租出一套去 两个 百年以后 一人一套 不要让他们打架 他特别的高兴 第二天我说 你去跟你闺女说一声 看看他有啥意见呀 其实这个财产是我们两个的 我们结婚是租房租的 晚上我下班回来 马上就不行了 不行 这房你们不能卖 你知道 叫我受益啥吗 他说 我知道从你结婚那天开始 你就一直给你儿子搂 搂财产 老想拿房子给你儿子 那男的跟他家 还有私心住没 要不然不至于啊 这是什么呀 他已经趁着那什么 赶紧把那财产分了 那夫妻之间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早 都给他分开了 老年可能也住哪 住谁儿都不合适 你又打您了吗后来 打了 就是因为又打 打得很严重 所以说 因为房子是吗 对 就是移民房子的事 那是3月15号 记得很清楚 他弟弟还有他妹妹他们 我们一块去吃饭 那个四小叔子说 二哥 现在我看你们俩 不太好 你得多疼吧二嫂 说你不能老那个脾气 你说说 我二嫂有啥毛病啊 我说二嫂 我说对呀 你对我有啥意见 你说说 他说 说什么说 你不就老想 跟你儿子漏财产吧 说你要这样说话的话 我说 我就不跟你说了 有地方说 我那句话 把亲戚都找了 这句话一出来 他一下就把我跳入里 拿起插几个生的一个东西 好像是烟灰缸 一下就照我头上砸过来了 他砸一下 没砸着 我躲开了 我就在我们小叔后的躲着 这家里人也知道他打你 知道 他没劝劝呀 都劝过 而且派出所找过了无数次 今天有亲友团来吗 有 我周里的 我嫂子来了 你是丈夫的周围 您是他第一个丈夫的周围 那个时候 他跟我婆婆 他们一起生活 我的孩子 我婆婆在 然后他都帮着带 那怎么第一段婚姻 为什么要离啊 我们小叔子比较脏 那个外干净 脾气皮比较大 希望他找一个什么样子 找一个能对他好的吧 年龄差不多吧 身体健康 好 谢谢啊 这是您第一任丈夫的周围 对方的家庭都挺认可你的 对 我们婆婆现在都90多了 第二任的丈夫 依然打电话跟我哭着说 翠红 你找 你找一个 甭跟他过了 他那脾气改不了了 帮我接下来二号先生的话筒 一号女士讲了 她的这个婚姻中遇到的 这个家庭暴力 一直在掉泪啊 您想安慰一下吗 我刚才也听了 我平时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 他们两口子就是那个 分财产过早 为什么 我这这个女士做的不是很好 当然是男士打人很不对 但其实这个一号女士 当时并不是要把房子给两个孩子 是说百年之后 他们先住着 等他们百年之后 两个孩子一人一套 那可以的 其实先生您对这个财产的问题 想的很 想的很周全是吗 百年以后 说这财产 要归女方 归人都可以 到无所 这人哪 就是一辈子活了 别太累 你说财物 你说这个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生物再来死不再去的 你挣这么多没用 所以就是说要替 未来的婚姻生活多考虑一点 对 儿女的话有能力就帮助他们 没能力先过好自己的婚姻生活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对吗 是是是的 刚才这个一号女士讲述了很多 您她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吧 挺靓丽的 漂亮 感觉是是个过日子的人 您喜欢这种过日子的人吗 当然 当然 那也就是说一号女士给您留下印象不错 还可以 一号先生回来了吗 回来了 一号先生 您这个和咱杨姐沟通怎么样啊 挺好 挺好 这个厂上一号女士 您刚才听到她的一些相关信息了吗 还行 也行 行 可是我不见了 我就见邓龙姐 就往下来 我们意思是刚才跟邓龙姐一聊 这感觉更好了 那不能下见 都见多了 心了就在乱 那您的现在心里还乱吗 现在暂时还行吧 不乱 很稳定 没有因为一号女士的出现而产生波澜 没有 邓龙姐 那就放心了 其实刚才一号女士呢 讲了很多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包括你这轴隶的出现 让大家对你是有很多就是加分的地方的 两位老师对这个一号女士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蛮悲哀的 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自己不拿你自己当保 你特别希望别人拿你当保 这是特别对的中国女性的一个最大的弊病 你流产完了以后你去上班 而且上班还很累的班 那么作为一个男士 首先他没有亲身的体验 什么叫流产 但他会发现 我媳妇留完产以后 照样跟没发生一样 上班 他怎么可能心存心疼 这个心疼从哪来 然后接着你也知道 你也打牌 打双声是什么感觉 那不打到最后有个结果是不罢休的 所以他可能觉得第一个 我这个玩娱乐是正当的 他没有任何自责 那你呢这时候的 你变成什么了 我多难受 但对方永远体会不到 接着呢 你又跟他去大牌道 因为你是个爱面子的人 你表现一定特别好 跟没发生一样 该毛豆你吃 该花生米你吃 可能没喝凉啤酒 对 对吧 回来以后你嚼嚼 所以他就觉得很愤怒 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你完全可以刹车 你不刹车 你让这个事情越来越不令你满意 最后你归了包堆 你都是他 所以我是觉得十多年 你没了解这个男人 你为什么 我们不是怕他 对吧 就是我们的情绪是魔鬼 你老调动他这个情绪 所以我是觉得 可能过去的婚姻 我们为什么总结 不是对与错 而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到底要承担哪个部份 张先生是2014年8月份的男嘉宾 节目播出后 来节目组拿热信电话的时候 遇到了来面试的孟女士 对她一见钟情 天表的时候她俩认识的 对就看这张眼了 是嫂子看上帮妹妹看上您了 还是您看上嫂子的妹妹了 我看上嫂子的妹妹 哎呀 对 这男的这个她是来的 那您是冲着咱这孟女士来的 今儿今儿我就特意来的 特意冲着孟女士来的 对 孟女士你知道这个 您天表的时候 有个男士一直盯着您吗 您知道这事吗 我不知道 您对这个先生有印象吗 那天见过 你也见过印象不深 哎呀 你看您对人家一见钟情的 人家好像没看上您 看看没 看个缘分 没事 今儿看看啊 您简单跟咱这个孟女士 介绍一下自己 我有独立住房 孩子 孩子 她也有房 都安排好了 什么时候都没有 老金以后呢 送我二姐 她们自个人也有房 现在前来就上上班了 您就强调了一堆房子 家也没有生活负担 您为什么要强调一堆房子 我们心里 家也没有生活负担 是这样 不是我们能听明白 就是咱女士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事 您想说啥吧 房子有两个 不不住呗 婚前财产 是不是 就是没那么多事 就不连住了 那这儿还是你的还是你的 你不像一号先生是你的还是你的 我的也是你的 还在一块住 还是你的我的 是咱们呢 没那么多事了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不分你我了 对吗 您听了半天 孟女士讲 她的这个经历 您有没有感觉 最能打动她心里的 是什么 她需要是幸福 以后美好 她需要幸福 您能给吗 能给 你们没听着 我一直见她 嫂子说一句 她说一句 她教 嫂子在旁边教 嫂子 您是不是特别满意这个先生啊 我就看她挺实在的 第一 她那个年龄 两样相符 第二 她身体健康 这住房不住房 这都隔一边 我觉得她挺实在的 那您觉得不错 你估计你这轴隶 那我也能给你拿点注意 您能做主吗 就是那 牵手看看聊聊吧 孟女士对先生印象怎么样 还行 挺好 还行 需不需要两位 再进去交流一下 先生上场交流两句吧 好吗 同意先生上场吗 行 来来来 这男的个儿不高 这份精神 过去的事就叫做过去 以后我会对你好的 有我 没那么多事 对吧 有话直说 不会受委屈的 是吧 您准备怎么这个 呵护梦女士呢 如果真能在一起 有什么事 让你来 是吧 沟通 是吧 我最反对男人 躲上那儿没本事 那时候 你跟我一块 不会受委屈 接下来我产客气 真心才能如花比雷 是吧 那这女的 真是说跟她 就像是不挺好的吗 这男的也不会去打人 你也会对她好 是吧 您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行挺好的 看着人其实挺威和的 温和 就肯定不会有家庭暴力 来这样啊 为了加上两个人了解 我们一起共同做个游戏吧 两位请起立 背靠背 小心安全啊 您是怕露着胳膊掉了呢 还是想露着胳膊呀 预备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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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的过了 这女的这儿了 来 来 加破气球 停 没没没 还没让加破呢 我要求你们 加破气球的同时 人体要绕两圈 边绕圈 边挤破气球 预备开始 你把人吹吹吹了 不是 这么一样 这么一样 气球 气球 气球在哪里 直进 是谁吹的气球啊 是不意的 太好知道这男的过来 他应该穿平底鞋 是不是啊 你像人家拐 你就别再穿高跟了 对吗 哎呀咱真实在 好多人实在 那么破 这个怎么办呀 怎么准备呀 唱一歌吧 唱歌啊 行 来唱一首啊 你知道我曾爱着你 到现在你可记得我 离别的说好的不哭泣 没什么爱情迷的 我觉得男的这么喜欢 他对的挺好的 就就行了呗 反正要是我 要是这个 这个女的啊 我就跟他牵手 刚才游戏过程中 感觉怎么样 女士 配合的不好啊 你觉得配合的不好啊 这赖谁呢 配合的不好 您觉得赖谁呢 我唱一歌吧 那叔叔您靠着女士 那背的感觉 什么感觉 挺温暖的 隔着气球 能感到温暖 您呢 这事不太好 是不是感觉还差一点点 个子稍微矮一点 个子稍微矮一点 不能再挑了 再眼光那么高 真实的 都 这次为止了 其实我觉得 其实是 已经算相当默契了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呢 男士呢 其实一直很害怕 你受伤 他并没有说 哎呀 我们再挪挪 我们把那个气球 能够让它固定了 他可能没关注 就关注 别摔着 慢点 然后台阶 他其实更关注的是 这个部分 而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可能 你认为说 其实没有什么 好的感觉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你的变化 因为你体刚才柔软多了 你看你这张脸 我不知道这个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看了 看到 就立马就像个小女生了 尤其是她说 没有 不太好吧 你知道啊 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突然间觉得 这个人 其实挺高大的 尤其是她 拽着你的手的时候 我并没有觉得她矮 我真是没有这种感觉 之前我一下来 我觉得矮 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倒真是没有感觉到 我是觉得啊 这个年龄段 其实各高各矮 我是觉得 没那么重要 来帮我听下 二号先生的话筒 你好 你好 刚才这个 一号女士和厂这位先生 做游戏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配合的怎么样 不太默契 不太默契 如果换成您呢 我会好一点吧 那我问您一个 直接的问题吧 您觉得是您 和这个一号女士 合适点 还是厂商这位先生 和梦女士合适点 因为我的个儿不太高 我不敢说 梦女士 您择我的时候 对身高具体的要求 我看下眼睛 还要不太高 我看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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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胳膊伸出来 好 这是第一个体验 之后 这是第二个体验 松手 哪个体验得好一点 第二个 第二个 刚才您是这样背着 两个手 一直是掐着 她的手腕 这样的话 它是不舒服的 如果要 食指相扣 或者说我们 就是那样握手的话 它会感觉 跟您的这种交流 会更多一些 孟女士 马老师说对吗 因为有时候 女士对这个 食指相扣 还是挺在意的 如果先生刚才 特别大胆地 卡 说食指相扣 您会是什么反应 那好一点吧 我跟你讲啊 刚才我跟 王英老师在说呢 我说 如果是我们两个 这一男士上来 跟我食指相扣 我要对他美好感 我自己甩了 有好感 我都觉得姐甩了 但女士说 如果食指相扣 会好一点 反正我是可能 不不不 这个就说明 我觉得女士 对先生还是有好感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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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看不见吗 拉着手 可能有一种默契吧 是不是感觉好点 嫂子 好不好感觉 好 食指相扣 是男女当中 这个很紧密 两个手在一起 您是什么感觉 被刚才那样钻了 舒服点 舒服点 如果生活中 食指相扣 和这位男士 你会觉得 有舒服的感觉吗 还行吧 你还行 先生 你还得努力 我觉得 是 那火候 有点小火苗了 你把 删大 删成真正的火 我觉得你还得努力 是吧 得努力 好 很感谢您 您要下场休息 因为我们要接下来 请教二号男士 等等 等等 别走了 走之前跟女士说几句 一会下来 咱们再去 你说什么呢 敲敲话都出来了 送花了 你一直说 您要送花了什么 行 还不说了 行 好 您休息一下 来咱们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士 虽温鹏 54岁 北京人 两段离异 自营生意 她的年龄还挺好的 或是差不多 大了三岁 先生刚才您说个比这个女士矮一点 确实是有差距 确实有差距 这有压力 确实有压力 原来她那媳妇很高 但其实您上来 我觉得您是一个收拾打扮自己很利证的人 您看这鞋的白边都那么大 自己刷的吗 对 整节男士应该会给您留下好印象对吗 对 先生您对这个女士的印象给我们评价一下好吗 也帮大家推荐一下她 挺好的 挺阳光的 挺干练的 看着挺好 那说一下您的作偶要求呢 就是说会过日子啊 把能家里打理好啊 还有一最重要的 别晕车 别晕车 对 因为我这人特喜欢旅游 我要出去的话 我想带着我的老婆一起出去嘛 我觉得爱旅游的人都性格好啊 孟女士晕车吗 晕车晕得很厉害 哎呦 给我介绍一个 挺好的 但是说就是晕车晕得次的厉害 来帮我听二号女士的话筒 嗨你好 您晕车吗 我不晕车 我喜欢开车出去去旅游 您还喜欢开车去旅游啊 对啊 哇那太棒了 这个先生二号你是不晕车 这是您的这个择偶条件之一哈 但是这一号女士有点晕车 就看来还真是不是特别的匹配 来互相祝福一下吧 然后让女士下去休息 好吗 好的谢谢你找到你 辛苦了 再见 您跟台下的观众席 张先生之前见过一遍吗 见过一遍 我没太注意 他跟我嫂子聊得很热 嫂子没跟你说这事吗 说了 我对他也不是很反感 不反感 那就是能可以理解 有点喜欢吗 可以吧 这个照片是您出去旅游收拍的是吗 这在缅甸 缅甸应该是很漂亮的吧 缅甸越南我都去 就旅游几个景点 就是主要是进货看货 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在盘酒店做那个 跟妞啊 牡妞啊 是石头啊 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生意的呀 刚做三年多吧 这是您的 这是我卖的东西 都是所有卖的东西 就是都是矿石啊 骑石什么的 您自己懂这些吗 懂啊 这都是短暗啊 有人要这东西趁钱 没人要就是一出了炕 怎么就接受到这行了呢 到桂林旅游去 桂林那有一个 骑石跟焦市场 这跟那旅游玩 这一看这个东西挺好的 这挑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一些讲究啊 挑品相好的呗 有买到过假的吗 都是跟东西 大时候上了以后 货以后 就是那个品相不好 就不好卖 木头刻的 你那不就拿着玩吗 有什么呀 孩子要吃冰果 你得掏出钱了 得给买 你不能丑的哭 你拿着玩就解饱吗 你现在还在做这个买卖 真的在做 那如果找了一个爱人的话 您希望他跟您一起做这个吗 当然 那如果对方退休了 说我想这个想清福 不想再做买卖了 我也是 就是展示也就做几年 以后到退休年龄也不干了 到岁数大了 还干什么呀 我就是那会儿先办退休 先自己拿退休费 然后有机会自己再做点生意 赚点钱 踏实 来帮我推荐 二号女士的话筒 您现在是在上班 还是已经退休了 我在机关办的那个内退 然后现在自己也在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 搞地产的 他现在做这个生意 您刚才也看到了 您喜欢这行吗 喜欢 有过想尝试改改行什么的吗 可以试着去改行吧 改成其实跟雕 先生 这用卖什么意思呢 不错 这用一个词来总结一下 您知道什么吗 这个女士挺好的 二号女士 您是第一印象 对这个二号先生不错对吗 不错 血腥挺强的 看着吧 人也挺好 挺憨厚的看着 您喜欢这样的 其实你有这么多 像二号女士所说的 比较好的个性 这婚姻怎么会失败的呀 也是我的父亲的同事给介绍的 我爸同事跟我说 这女的特好 特老实什么的 说满天 我觉得也行 过日子行就行 还主要出于同情的心 她是十几岁就 父母都没有了 她就带着她弟弟生活 没有感情基础 你跟可怜人家没有用 也就是三个月吧 就结婚了 当时就算闪婚了 闪婚了 就是没了解太清楚 后来就用人家抽烟 女士抽烟 抽烟抽得很凶 每人要抽烟都有看法 她有什么看法 有的时候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或者郁闷的时候 抽一支烟 我觉得很正常啊 我也反对女士抽烟 那您抽烟吗 我不抽 我原来抽烟我寄了 结婚吧 比如要怀孕吧 我说 你能不能寄一段时间 要生孩子 我说对胎儿有好处 我说哪不能说 你把孩子生下来 你再抽烟 我都不管了 都没事 大胸子挺好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 她到处藏烟 壁橱里头啊 衣服兜里头啊 到处都是 我给她翻桌 一会儿就绝碎了 要不给她灌碎 我说你那么老抽 我都不听啊 怀孕的时候吗 怀孕的时候 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抽烟 因为有那种厂 还有那种硬抽 抽烟喝酒 现在几乎不抽了 酒也不喝了 都戒了 我抽烟那一会儿 抽烟都是八百万前门 恒大 刺的都不抽 喝酒喝茅台 实际就是因为抽烟老吵架 还有一个第一胎是个女孩 女孩呢就怀孕了 她到预产期啊 她没生 她就抛产 抛出了 抛出以后呢 那女孩当时就和死孩子一样 医生给抢救过来 没死了这孩子 这个和抽烟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 对孩子呼吸量呢 绝对是有影响 后来六个月以后 这孩子一次中感冒 到二十个月 没抢救过来死了 哎呀 那这对男的打击 肯定是谁呢 是 那一次就和我心里造成了创伤 我就跟他离婚 就没离成 最后他求我 我这心里很软 他一定要解 一定要不抽 过了三年以后才生的 第二胎 第二胎生的是儿子吗 是儿子 但是因为那儿子 也老是吵架 我们那孩子是不听话 学习不好学 那老师啊 三天两个都老找家长 我老揍的 揍别了 揍的他不 他所以他感情不好 他不懂事 你打的没有用 你只能说他多少记一点事 很恨 后来为什么离婚的 他有一姐夫 老跟他姐夫出去玩去 我说你跟你姐夫出去 不相话 我说让你姐夫说出话来 这不好听 那当然记忆了 这事没有让人的 我说你要这样的话 咱们俩的日子没法过了 我说你离婚就完了 让你离就离吧 不是你说的 我说叫我说怎么 愿离就离 本来就是没有感情 什么是这些人 因为这孩子大了 我那边小时候就想 那孩子小时候 我觉得凑合 把孩子养大了 没感情 离婚不走 离就离 不伤心 现在你们不来往了吗 不来往 从来不来往 儿子也不跟我 你会想儿子吗 想他也不来往 跟我来往 但你心里还是惦记他的吧 自己当然 其实也惦记 您跟您的孩子 有来往吗 不来往了 我不让他跟我来往了 店门 你给我点钱吧 拿你的钱 给谁挖的 给我点 我说我没钱 但是我有钱 我也不能给他了 因为他的条件比我好 帮我推荐2号 你这些话筒 先生刚才聊 越聊越沉重 和儿子也不来往呢 那等他结婚有孩子 我觉得应该能理解那父亲 如果您啊 选择了一位这样的先生 您会帮他去 把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融合一下吗 我肯定会去促使他们 就说那个 能父子关系好一点 您还有一段婚姻是吗 对 但是被骗了 被骗了 怎么回事 在广西 广西找了婚姐 那个女的 比我小17岁 30多岁吧 找一小17岁的 本身就 对 是 她是在贵州工作 就是老打电话 发短信 联系 跟我感觉挺好 她带一个女孩 刚几岁 四岁多的女孩 我说我当我自己的女儿 那样 我一样对待她 就说三个月吧 她晚上说呢 你考虑怎么样了 我说再了解了解吧 她刚刚时间不长嘛 她说考虑什么呀 都好了解差不多了 还是考虑什么呀 你要成尽快的结婚 结婚之后发生什么事啊 让你觉得是被骗了 她就是抽烟 她在厕所里抽烟 她关着门以后锁 把门撇别上 抽烟 我一进厕所嘛 烟味很大 我说你怎么抽烟啊 我说你怎么 我说这婚前 我说说你不抽烟嘛 好嘞我就劝她 我说你这抽烟不好 我说你这个对身体不好 好嘞她就急了 干什么你不包容我 我说你如果这样的话 跟你过什么大日子 怎么过呀 那你们结婚多久就离婚了 三天 三天 哇 您比这一号先生还快 三天就闹离婚 办完手续半个月 天啊 比如这俩先生 我们都差不多 他俩全都是 第二次婚姻都闪婚 然后又闪 闪街闪离 是不是 我没办法了 因为宰贵林那儿嘛 她是亲朋友的 她都有的 叫了五个男的 给我绑了屋里 跟我要三万块钱 我说你不给 就是给宰了 你没报警啊 你给你控制 你怎么报警啊 您把这三万块钱 给他们了吗 给他了 然后呢 给他了那半个离婚手续啊 你不不给他 不给你离啊 全是啊 那人都给你骗了 那人不想那么闹徒什么 可不就是嘛 啥子都知道 对吗 您觉得跟您要这三万 这算是什么 补偿啊 您认吗 那我不认 没办法呀 然后给了钱 离了婚 就赶紧回北京了 对啊 赶紧回来了 您这第二桩婚姻 确实听起来 不仅仅是草率的问题了 一定要稍微时间长一点 一年以后 要不然 真的发现不了什么 是 所以我们真的中两年朋友 这第二次婚姻 结婚 真的是要 非常非常的慎重 不能因为觉得孤单了 想结婚就结婚 来抱歉 二号的这个话筒 先生这第二段婚姻 三天就开始闹离婚 半个月就离了 您怎么看呀 既然第一次 有一次伤害了 第二次 不应该那么仓度 去结婚 闪婚的 是不是 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嘛 第二次 我觉得就是 最后一次选择了 你会觉得 她是被骗了吗 是吧 受骗了 所以这第二次婚姻 尤其中两年朋友 真的要慎重 尤其不要发生这种 被骗了财物 骗了感情的事情 当初也是 招礼想撑个架 两段婚姻了 不可能说这点 错误都是 那可不 这有一想法呀 都是人家不对 不可能 自己也有毛 您太草率了 所以如果您要 一股脑子说 第二段情感 不顺是因为 对方骗了您 我不认可 如果在之前 您交流一下 大家不用太长 也不应用是一两年 那么相处上 几个月的时间 她抽烟这个事 您能闻到味儿了 而且再有一个呢 我是觉得 其实我认为这里没有什么爱 为什么呀 这个女的说了 如果你现在不跟我结婚 我就白白了 我就走了 是这样吧 我就到一个更远的地方了 我们的事就结束了 那其实我觉得这里没有多少爱 本身时间就比较短 然后她又有点像要挟 最后你就就范 是吧 那么你想一想 就是你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一个很被动的关系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 婚姻的前提是平等 就是我们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 我们对婚姻的理解上也要是平等 这本身就不平等了 所以正确的这个婚恋观非常重要 而且婚前的慎重考虑也是重中之重 那接下来呢 二号你是要上场了 我们要慎重地考虑 仔细地去辨清自己内心究竟要什么 来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庆佛 二号女士杜丽华 五十一岁 北京人 李毅 财务退休 有独立住房 看了一下您的资料 财务退休 你刚才说已经内退了 现在在从事房地产 这是指做什么呢 就是说二手房吧 买房 卖房 租房 您是开着这样一中介吗 对 自己开的 跟一个妹妹 那应该很忙了 还行吧 老板娘 有多少员工啊 有四五个吧 就是规模不算太大 但是自己的小生意 对 是 那其实跟介绍这个练琴差不多 您也是自己的生意对吧 对 房地产和这个 您这其实跟雕还有点差距 不搭 不搭 两码事 那您想不改行吗 别的我也不了解 不会啊 我就做这个挺好的 您就肯定改不了行 女士呢 需要帮手吗 需要 那如果说找了一个伴侣 你希望他帮助你 一起来做这个二手房 如果要牵手成功的话 就需要呗 那如果牵手成功了 人家说不行 我有自己的买卖 我不能跟你合作 那我也可以放弃自己的事业 就是如果您找了这个伴侣 他不跟你一起做这个生意 您就放弃自己生意了 先生 您看着多温顺啊 多包容啊 您可放弃自己的事业 谢谢 不是放弃给您了 您甭谢谢 我看着这个思想比我靠 比我靠 是咱们两个都不善于这个言表 我也是 不善得出来 好说 嗯 我也是 我喜欢把什么事都做在那 那现在这个买卖做得怎么样啊 过去几天还行啊 现在就说这房子也将压 就不怎么太景气 凑为吃吧 所以改改行也行 对 你还是挺合适的 这女的个儿不高 这是这个先生刚才带来的 您看看 懂吗 哦 这个还真不懂 这真不懂 这是怎么样 我也没有见过 像咱们吃的这个叫绫角 木头做的 哦 这木头做的 是不是啊 像那个 那这是什么木头啊 木 木木很珍贵吧 嗯 还行啊 不算太贵这个 挺漂亮 嗯 你是说很漂亮先生 嗯 别广笑呀 谢谢 那喜欢的你拿走呗 你小子你还爱先听 你喜欢这个吗 喜欢 拿走 不是 真拿走行吗 可以 咱先憋住啊 交个朋友嘛 没事 交个朋友 那女士先带上看看好不好看啊 那还有呢 还有呢 哇 全拿走 给我一个就行 你好 我先转职保管 你先转职保管的哦 这老板娘现在当上了 怎么样 女士刚才这个 我觉得性格挺直爽的 先生 嗯 挺好 见面就先把见面里 特别那什么的收下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这还有 哦 好漂亮 舍得吗 舍得吗 这如果说以后 您的生活中也天天和这些漂亮手串打交道 您感觉怎么样 挺好 我玩的东西可多了 还有 还有什么 可多多了 各种各种玩意儿都有 女士为什么也喜欢这些呢 女人嘛 都喜欢这些装饰品 这还不仅仅装饰品 有很多讲究 还请马老师先保管一下 装饰品 屋子装饰 你也就老一瞧着 给你多找点活 您再一揽不擦 这东西也没法瞧 哎 杜女士 嗯 是不是对先生印象还不错呀 嗯 挺好 真的挺好 嗯 真的是那种可以发展的好 但是哦 他觉得 他一直想的是找一个身高 比他矮一点 但说实话啊 您个儿还真挺高的 先生 他还虽然一米六三 他瘦 还想挺高 来来来 看一下 请是比我高 你有压力吗 有 女士有压力吗 有 有 女士压力能克服吗 能 不是吗 鼓掌 你看人家 真正是压力能克服吗 能 好 说实话两位站在一起 还是有点感觉的 是吧 王老师 对 女士 看高是鞋 那根也得至少五厘米吧 脱了正好 是 那喷炸酱的媳妇还比人还高呢 就是啊 可以 张婉兹是这样自信心最重要 请坐啊 来请坐先生 这俩差不多 差不多吧 一块出去 自己的老公一看比自己爱那么多 心里不舒服 真是要演奏 对 是很别扭的 家要好小孩吗 有 有一女儿 有一女儿 七年结婚了 那挺好 结婚出嫁了 家里就剩我一个儿了 自己也有独立独放 你抽烟吗 以前抽烟 喝酒 打牌 现在都戒了 我是挺介意这个抽烟的 还有这个什么 天天打牌啊 跳舞啊 女人别赌 一赌也不好 独独的输 输空啊 输的没钱了 该不挣钱了 不是现在都戒了 为什么戒了呢 发生什么事了吗 把这都戒了 没有发生什么事 主要是说 第一个空气不好 衣服也是烟味嘛 良好生活习惯 戒了多久 戒了有 有三天 我有五天 五六年了 五六年那是真戒了 五年又没有科业了 所以这个放心啊 不抽烟不喝酒不打胎 没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你也不晕车什么 不晕车 我喜欢开车出去去留 还开车 这都放心是吧 先生好感还往上增加了吧 都不错 除了个高一点 对 除了个高一点 来咱感受一下吧 个子虽然高一点 两个人做一个互动游戏啊 来请起立 要从外表看 男的配合上 连累的 往哪走啊 往内心 走下就再走上来 好 注意安全啊 快掉了啊 快掉了啊 先生有惩罚的啊 你想想人场上 那位先生怎么弄的 一上来那个手 是往哪放的 先来这张 快要 吊一次啊 还得完成啊 吊里得完成继续 好 马上又掉了啊 好 没事没事 来 把手给我 手拉手的感觉 是有什么感觉呢 就觉得那是不习惯 不让年轻的是啊 好不自卖啊 好不自卖啊 哎呀 动不动啊 哎呦 好不自卖啊 好 回到场中间加货啊 一外 使劲 小心胳膊掰着了 先生 有一种工具叫指甲 还是那个表现好 那男子的先好 你觉得哪好 好在这 他走的时候 医生说不停的在 教你 我们回忆一下 刚才厂下那位先生 和咱一号女嘉宾 那一上来 那先生哗两手都揪着了 先生 您的手为什么 一开始离那么远 身怕碰着人家 有点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你后来怎么就好意思了呢 没办法了 什么感觉啊 在整个游戏过程中 我想两个人要配合好嘛 你觉得配合好吗 不好 不好 您对这种手拉着手 背靠着背的感觉 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那也没什么 太大感觉 没感觉 女士呢 您在游戏中什么感受 情别扭 很不自卖 没有那种默契感 还没找到默契感 我看刚才这个厂家有那个先生使劲了鼓掌说啊好什么出竹业 这是您姓友团吗 反正那是我兄弟 哦 我哥哥 您好先生 我看您刚才这事可想了说的 是 我是想说两句 我这大哥呀 太老实 腼腆 刚才我看着都着急 我挺好的 多好的事 做生意呢 他有一套 一到这场呢 就不行了 就不会了 您说挺好的 是指咱这杜女士挺好的吗 不错 我看着挺好 适合您这兄弟 首先呢 我 我这哥就是喜欢女孩 这个条件挺好 其实是一个女孩 是吧 而且也还结了婚了 多好的事 就剩两个人 后半生 幸福福的过去 就挺好的 嗯 他做再盘点 做生意 他也有钱 你看他穿着样 他就这样 他有钱 他有钱 我钱 我这傻 好多男士 我猜我有钱 这女士 走 大哥 从外边吃点饭 走了 回不去了 我有钱 我花 你拿钱 花完了 这个女的 今天吃完了 明天还想吃 吃似的 这女的就 女的跑偏了 是男的也跑偏了 完了 咱女士不看重钱 是啊 就说这意思 嗯 就是经历上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对人呢 他会照顾女士吗 反正稍微的差一点 他干活啊 干什么的 都能吃不太饭 都比我们干多了 没跟我谈恋爱 不太会 不行不行 确实不太会 其实自个儿过得 也特别辛苦 在家里从来不齐活 就是老师天天就是外的事 两个人 沟通不了 你说它是一种痛苦 你要你一个人 要是久了 真的觉得孤独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觉 比那个一点也不差 他说肚女士特别好 说适合您 您觉得弟弟跟您说 这个话的分量 在您心中占多少位置 那我兄弟说话 相当不错了 因为我信任我兄弟 就是他说的 好 肯定就是好 我看那女士还不错 挺好的 就是稍微够了点 有点压力吧 这不算事 这是你自己的心里的压力 那你鼓励一下她呀 加点油吧 得有自信 咱又不差钱 不差钱咱见的人多了 你不敢原意了 她上当 那些第二个给骗了 知道吗 必然想的就要多呀 女士是第二次来了 先生 有些细节我们之前聊过 您所想了解 再问一下女士 您是哪年离的婚 我1995年离的 3月3号 离的还挺早啊 20年前了将近 二号女士杜丽华 曾于2013年做客选择 她当时给我们讲述了 这样一段 令人唏嘘的感情经历 也是感情不合吧 因为婚姻是父母包办的 还是有点别的原因 要没有这原因 还是离不了 什么原因呢 那会儿因为单位分一套房子 然后分了我这套房子 她单位分那套房子 必须得退回去 完了那个 因为孩子要归我 那房子就给我 我要不带孩子 房子也不会给我的 这么着我俩就协议离婚了 其实当时病人不是真的想离 假离婚可以得到两套房子 就是她也有了 是这样的 对 她怕我离婚以后不跟她互分 然后她就说 她说 那就说把我们所有的财产 还有房子都给她了 我什么都没要 就早起来送孩子上学 然后我们就去办了 那个离婚手续 后来过了一周以后吧 我就感觉不对 我就带孩子去回家去看去了 可是回家一看那一幕 我当时蒙了 傻了 跟天塌下来一样 因为屋子里边 有女人的化妆品 还有口红 我就知道她有女人了 就离婚不到一个月啊 对 然后 就说人家是早有准备的 对对对 完离婚以后 我的好姐们告诉我 她之前都就看着 她跟一个女人 说的那个在一起 我那为什么不早会告诉我呀 早会告诉我 我不会把什么东西都去给她呀 最起码我上法院 我离婚双方一人一半吧 后悔吧 怎么说呢 我要不离婚 我也看不透她这个人 单位这房子要 如果要说不分下来的话 也不会离婚 你知道吗 通过这件事 我也能看透她一个人的本质了 女人要离了婚呀 再找就找不合适 不好找是 有合适呢 有 少 知道吗 伤得也太重了 就没人可相信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自己我也能过 我也能过日子 我不想再找了 一直到女儿出嫁啊 对 出嫁这一年 突然感觉到自己 哎呀 回的家吧 就是屋子里吧 这空荡荡的 想说话也跟人说呀 只能就说抱着手机 听听歌呀 因为我喜欢音乐嘛 就只能就享受一人的空间 寂寞的世界吧 没这个人吧 偶尔也会心里不舒服 尤其是快过节的时候 虽然有儿女有什么 可她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能想象一个女人 二十年一个人带着孩子 不容易 是太不容易了 尤其是过年过节 不敢想 自己一个人老是站着 让她流泪 真的 赶紧安慰一下先生 这都又流泪了 嗯 说几句贴心的话吗 别着急 总是有幸福的日子在厚子呢 这幸福的日子从哪来呀 您能给幸福吗 我要跟我的 我肯定能 要跟着您肯定能 对 您准备怎么做 那我是 我是也是顾驾的男人 嗯 你觉得 她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吗 听着说话吧 觉得还行 我觉得这个 还得要靠去接触 时间能 去证明一个人 光说也 不是说完全的那样 当然 对吧 好 这样啊 两位互相了解一下对方 简单情况都介绍了 刚才这个女士说 您想选音乐 我有音乐吗 我唱首歌也行 好 来唱首歌吧 大家都放纵一下啊 唱完歌以后 咱们进行最终选择啊 接下来是选择时候了 这场下这位先生 自告奋勇 拿着花来到这场上 好 还是先从一号先生开始啊 一号先生 您今天选择吗 选择 来 请走 从今天 你一看您朝这方向 您想选择的是 我 下边 下边是谁啊 那阿姨 酒菜节 酒菜节 真好节目啊 来 咱们有请东东姐啊 来 您看着眼巴巴的样 我就说啊 得看着 不能看着地 得看着人 您说怕 看着眼睛里 拔不出来 来 说出您的这个心愿啊 说出我的心愿啊 我这也筹好了 挺漂亮的 我们 先聊就聊一下吧 他们先聊一下 好 哎呀 来来来 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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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帮你拿着 我来采访你 张总姐 必须说一下 自己的感受 感觉还不错 刚才聊挺不错的 你聊着还可以 先生身上 哪一点吸引了您 有点抽热相投 有时候这两个人在一起 就得气味相投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 相投下去 一直抖到最后 但愿 但愿 但愿啊 有了喜气 赶快通知我们啊 这我们都替您 操心这么多年了 必须的 好嘞 恭喜两位啊 再次掌声 二先生 看着人家羡慕吧 来 您这约约欲试了已经 要选择了对吗 可以 来 走在场中间 好 咱们这个二号先生 克服心中的一些小压力啊 您想把花送给谁 想送二号吧 二号 来 二号 你先上前一步 好 说出您的心愿 送出手中的鲜花 想接受我吗 我想接受我吗 我想了解一下吗 地花先生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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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对两次婚姻我不想考虑 其实您很优秀的 您是拒绝了吗 我不想考虑两次婚姻的 好 没关系 张先生 您从厂下走到厂上 这是第二次 对 您要现花了 对 好 请走到厂中间 您想献给谁 我们就不用问了 从当初这个填表的时候 就已经一见钟情了 来 一号女士 请走到厂上对面 来 我这一哥先 成员跟在一起 把我们了解了解了解了 来来来 厂上走中间 今天现场有很多意外 本来我没有想到 我们一直很关心的 灯梦姐牵手成功了 厂下这个张先生 那么早之前就一见钟情的女士 居然也牵手成功了 很意外 两位老师 谢谢主持人 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个二号男士说一下 其实往往我们说就人生啊 它就是这个擦肩而过 可能如果你在场上一直很坚定 好 很自信的话 可能我们说这二号女士 还是未必不选择你 好 只说您在这个游游育育之间 一直在固守着您自己的那个 好像一定要般配 般配 其实这个年龄 我觉得般配不是外表 一定是内心 所以希望您下次有机会再来 好 谢谢 谢谢 祝福两队 也祝福我们现场所有朋友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我们观众朋友 下次节目再见 她 性格直爽快人快语 她 开朗大方直言不讳 她与她有着剪不断里寒乱的微妙关系 其实心里头她看上了那个湖南的那个 这上期的女一号家人 她 为人厚道 他们为她而来 就是奔这先生来 对对对 刚刚这位女士一说好像那么挺合的 她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 她是车祸 车祸完了植物人15年 其实那15年来 你没有感受过一个男人对你的任何爱 她毕竟有出事吗 她那样 我怎么都在经历经历的侧祸 她经历了坎坷的道路 我那个时候在日本的时候 老做梦孩子丢了 她经历了家到中落的无奈 她是做生意的 所以我说没离婚之前她进来了 我等了她八年 我们同悲伤 我们同欢乐 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明晚 跟着感觉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说爱你 我想你成为我的女人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情婚 所有回忆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刻 亲爱的我想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那给我好吗